千万不要在凌晨的河边行走 据说有个人在凌晨的河边行走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白色的墨影人 起初老哥还以为看错了 并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快回家的时候 听到了一个诡异的叫声 猛的一回头才发现 那个白色的墨影人居然一直跟着他 后来据说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老哥 那么今天我渣渣会将替大家 验证这个都市传说的真假 对哪学的们 视频自作不易 别忘记给渣渣会点个赞支持一下 那么最后呢 咱们老规矩男孩在打个一女 还是打个二 并且把游戏时间也调整了一下 待会呢 咱们就沿着旁边这条河一直往前走 看我们究竟能不能遇到 这个传说中的白色墨影人 也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啊 你们遇到过白色的墨影人没有 话说啊 墨影人不应该都是黑色才对吗 诶等一下 我去还战什么东西啊 吓吓死我了 原来是一只羊啊 由于这个白色墨影人 都是传说太诡异了 搞得我现在一直担惊说怕的 后来呢 我也走了很远 直到都快回家了 也没有遇到这个白色墨影人 然而我不知道的是 一切的诡异 都是等我回家之后才出现的 回家之后啊 我发现这个墙角有个洞 我也没多想啊 于是呢 我就给它堵起来了 嗯 这个声音很明显 就是这个白色墨影人的声音 但是啊 我四处寻找了下去 并没有发现它的踪迹 然而等我回去 一看却发现 诶 我去啊 我记得我把这个洞堵起来了呀 然而没过多久啊 我又听到了墨影人的声音 然而等我打开门 一看却发现 还好啊 这是一只黑色的墨影人 但是我看它的眼睛 它为什么不攻击我呢 我等了很久 也并没有等到墨影人的攻击 于是我大胆地走出去了 我四处地观察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墨影人的踪迹 正当我还在疑惑 这个墨影人 为什么不攻击我的时候 突然 哇 啊 真的有白色墨影人 我的天 然而我还没有定它看多久 它就消失了 后来呢 我把这个房子的周围找了个遍啊 再也没有找到这个白色墨影人的踪迹 然而诡异的事情却并不止如此 后来啊 我回到了家里 把门关上之后 开始频繁地听到墨影人的叫声 但是啊 等我出去查看的时候 却发现并没有任何墨影人的踪迹 这个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了 然而等我再次回房子后 不对 不对不对 军队不对 这个墨影人一定就在周围 在哪里呢 我仔细地观察了每一片土地 然而却并没有看到任何白色的身影 但是啊 我敢肯定的是这个墨影人一定就在周围 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 突然身后传来了一声叫声 难道在我身后吗 还好啊 只是虚惊一场 诶我去啊 突然之间怎么下雨了 诶什么声音 诶我去啊 诶我去啊